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5年来的新低 那么市场预测短期汇价可能还会持续承压 等待经济基本面改善的信号 与此同时我们克道斯大国有银行 在今天都宣布调整 纯量手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具体细则 以减轻房贷的压力 那么这个对于提振整体经济来说 会有多大的作用 相关的话题不需要多 有请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现在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 今天还要分析的话题 包括了海关总署公布 今年前8个月中国的外贸净出口总值 是27.08万亿元人民币 处于历史同期的高位 不过我们看到8月份 以美元计价的话 出口同比是下降8.8% 进口同比下降7.3% 这个跌幅都好过市场预期 其中出口跌幅更是三个月以来最效 现在你看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外贸跌幅有所放缓 以人民币计算 8月份出口按年下跌3.2% 进口则下跌1.6% 贸易顺差4880亿人民币 以美元计算 出口按年下跌8.8% 降幅为三个月以来最小 进口也下跌7.3% 贸易顺差683.6亿美元 累计首8个月 以人民币计算 出口按年增长收窄至0.8% 进口跌幅则扩大至1.3% 贸易顺差38600亿人民币 以美元计算 出口跌幅扩大至5.6% 进口降幅则维持在7.6% 贸易顺差5534亿美元 累计首8个月 东盟继续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贸易总值按年增长1.6% 占中国外贸总值15.2% 欧盟则排名第二 美国和日本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 对美国的外贸总值下降8.7% 但仍然维持在3万亿元上方 当中出口按年下降11.7% 但从美国进口则增长1.6% 贸易顺差收窄17.4% 到15000亿元人民币 其内民企业在外贸的占比 达到52.9% 比去年同期提升3个百分点 按产品类型划分 机电产品在前8个月的出口 占比58% 汽车出口更大增1.04倍 进口方面 铁矿砂 原油 煤 天然气和大豆 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元的汇价今天维持强势 令到非美货币持续下跌 其中日元跟澳元 都触及大约10个月来的新低 人民币的集息汇价 更创超过15年新低 美国服务业教育期强劲 因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局 将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 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冲高 但之后回落 十年期收益率 曾经涨破4.30水平 提债美元每汇指数 再次上市105点的 接近半年最高位 其中对欧元和英镑 触及近三个月新高 对日元也一度上升至 147.87日元 刷新近10个月新高 至于对澳元和新西兰元 则在上升至近10个月高位之后回软 亚洲货币普跌 集中人民币中间价下跌 17个基点 到7.1986 再创上月23号以来的新低 但较市场预测的 7.3121偏强1135个基点 据路透社测算 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 较周三微升0.11% 到97.89 再创6月6号以来的新高 几期汇价开盘跌破7.32水平 尾盘曾经逼近7.33 中场收在7.3279 创出2007年12月26号以来的新低 下跌近200个基点 连岸汇价同步下跌 失守7.33水平 也触及超过半个月低位 余赞价的价差稍有扩大 但维持在几十个基点 路透社的固定收益 市场展望调查显示 机构预计到本月末 集期汇价会回升到7.2542 较上月末升值超过360个基点 其他货币方面 台币一度击穿32对1美元大关 中场收在31.995 创出接近10个月新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看内地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宣布 将会从本月25号开始 调整纯量手套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另外上海市发布了通知 将会从10月7号开始 调整住房公积金 购买存量房最长贷款期限 按照房领的不同 将最长贷款期限 调整到不超过50件房领 9月7日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 相继发布关于存量 首套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调整的公告 明确存量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调整的条件和细则 各银行调整规则基本一致 存量房贷的调整幅度 根据原贷款发放时间 发放时当地城市 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发放时全国首套 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有所不同 其中2019年10月8日 至2022年5月14日 发放的执行LPR定价的 浮动利率贷款 最低可调整至 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即相应期限LPR不加点 2022年5月14日后发放的 则调整为LPR减20个基点 对于选择固定利率的购房者 各银行普遍提及 可先转换为浮动利率 再进行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申请 符合条件的存量 首套住房贷款 客户无需提交申请 银行将于9月25日 统一通过批量调整的方式 进行调整 二套转首套存量贷款 则需要主动申请 并提供相关材料 依据研究院研究总监 严月静表示 此次的政策相当于 把全国所有购房者的 房贷利率都下调 减轻购房者的购款压力 他以2019年10月 至2022年5月期间买房 所付的较高房贷利率 约6.3%为例 按照现行的规则 下调后的利率 最低可以做到4.2% 按此计算 100万贷款本金 30年期等额本息 总利息将较原来 少支付47万 月供每月少还1300元 意味着房贷负担的明显减轻 将有助提振 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也有利于银行金融系统的稳健 提升消费动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邵宇先生 邵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邵先生我们虽然来关注 有关于最新的外贸数据 我们看到在负增长的趋势之下 8月单月已经出现了 一个明显好转的迹象 刚看到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 8月份的出口跌幅 显著的收载 而且是三个月来最小 如果用环比来看的话 已经录得增长1.2% 那么这显示整体的情况 已经有所好转 如果伴随制造业 景气的一个回暖的话 您认为出口增速的拐点 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我觉得其实是还是需要观察的 因为其实现在看起来 环比数据是相当于 上个月有所改进 那么这个其实是 已经蛮长时间的 在一个负增长的一个区间了 现在我们就是在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因素 也就是说可能比方说 像美国的经济 发达经济体的这样一些增速 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的差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周期性的因素 会有助于推高出口的动能 但另外一方面 也要看到一些结构性的调整 比方说供应链的调整 这些可能会对中长期的出口 产生影响 究竟会是不是一个底点的话 需要同时考虑这两种因素的走势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观察 那么一两个季度再看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进口的方面 虽然持续同比下降 但是环比路得明显的增长 那么我们看到7月中的 这个政治局会议召开以来 股市 楼市 会市的政策 组合权持续的加码 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 房地产政策已经初步的激励 各地楼市的一个需求 有望利好房地产 产业链的加快复苏 那这会不会也有助于 未来几个月进口形式的修复 对 因为其实房地产 仍然是构成了 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支柱 如果房地产以及相关的企业的动能 在上升的话 自然也就是对进口的这些产品 特别是跟家居 建设相关的这样一些 海外的这些商品需求都会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目前的这样一个进口数据 恢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我们相信 像下半年出国经济能够起稳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进口的这样一个跌幅会收窄 而且进出口会更加的相应 会比较的平衡 那这样有利于我们整个一个顺差的一个维持 好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 今天我们看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都相继宣布下调这个手套房贷利率 也就是最低到LPR减20个基点 那么如果从最近的这个下调首付比 跟下调这个存量房贷利率来看的话 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回暖 对于提振整体经济来说会有多大的一个作用 对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争议 现在就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政策 包括像这个认房不认带等 那总体而言的话 我觉得包括现在存量的这个利益的下调 其实是山岸银行向居民部门的进行让利 也就是说它的每月付的加益成本有所下降 就像刚才提到的 一个月大概省个一千块钱两千块钱 那么大家拿到这个省下的钱 他会是去买更多的房子 或者是做自换吗 还是说会做一些观望 我觉得这可能还大概率的话 我们看到周边的样本的话 可能是观望情绪会更加明显 所以还是要配合你 比方说一线城市的一些 这个路户包括这个限购的政策 进一步的放送可能会配合起来更加有效 但另外的话呢 我也觉得就是说你比方说 每个月能够省下这样一个一千到两块钱的话 可能会有助于消费程度的扩张 但如果大家的信心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话 它可以更多的用于消费 但如果是观望的话 可能部分会存满 但多多少少我觉得还是对整个消费的服务 以及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话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好 非常谢谢邵先生 就我们今天产业电话题做的分析 谢谢你 再来看其他的消息 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按月减少近440亿美元 那么降幅是半年来最大 至于黄金储备则连续第10个月增值 成为年内全球最大的官方买家 中国央行周四公布 上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有31601亿美元 扭转了7月的回升态势 按月减少441.7亿美元 是过去半年来的最大降幅 黄金储备方面 以美元计算微跌至1352.2亿美元 以盎司计算则上升至6962万盎司 这连续第10个月增值 累计增值幅度已达到698万盎司 而今年前7个月的增值幅度 有大约126吨 是全球最大的官方买家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上月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 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但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路透社测算 上月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 可能带来约160亿美元的负向估值效应 因资本暂时外流导致的外汇储备减少规模 今年至今中国的外汇储备仍然累计增加324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以至于全年都有显著改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来关注亚太区各地股市的表演情况 我们待会见 人民币持续走弱 加上美国可能对华为和中兴进一步制裁 都拖累内地A股跟港股今天的表现 其中内地的双创指数分别下跌超过2%及3% 而香港股市连跌第三天再跌超过200点 失手10天线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 互生两市午后更是加速下行 三大指数收在全日最低位附近 科创50指数大跌近4% 从盘面上看 游戏股逆势走强 华为概念股也继续活跃 不过近日强势的BC电池 光刻胶概念股则大幅回调 半导体芯片股全线下挫 光伏 储能等赛道板块也纷纷走弱 互指收报3122点 跌35点 跌幅1.13% 深圳指收报10321点 跌193点 跌幅1.84% 创业板指数跌2.11% 科创50指数跌3.72% 两市成交缩量至不足8000亿元 北向资金竞卖出近71亿元 向昂股市今天进一步下挫 美联储家息预期升温 美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攀升 拖累恒生指数小幅低开12点之后 持续下谈 午后扩大跌幅 最多下挫276点 中场收低接近250点 到一周半最低位 恒生指数收盘报18202点 下跌247点 跌幅1.34% 主板成交868亿港元 蓝筹股大多下跌 半导体股跌幅显著 中心大跌超过7% 华虹也重挫近6% 内房股也跌幅超前 碧桂园重挫超过1成2 农湖和中国海外发展 也下挫超过2% 但中移动和石油股逆时上升 中国石油攀升近3% 触及接近5年新高 亚太区其他股市也普遍走软 日本股市结束连续8天的升市 失守33000点大关 台湾和韩国股市 也分别下挫0.71%和0.59% 碰环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开欧洲股市市况牛皮 有不少股市已经扭转早盘 微弱的声势掉头向下 资金转向一些防守性的股份避险 在当年合股作为美股收盘的数据 由于美国8月份的 ISM服务业指数加快扩张 市场担心联储局将会维持 鹰派加息的立场 脱雷三大指数全线收低 其中道琼斯公益指数 跟标普白指数连跌第二天 而纳斯达克指数则连跌第三天 跌幅更超过了1% 第18届东亚峰会 今天在印尼的首都亚加达举行 各国政要也都出行 东盟国家领导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韩国总统尹锡悦等领导人 出席东亚峰会 东道主印尼总统佐科 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 表示热烈欢迎 他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要求与会领导人 把峰会打造成一个加强合作 而不是加剧竞争的论坛 并指各国也有责任 缓和紧张局势 解决困难状况 为对话创造空间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当天在东亚峰会上表示 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同为构建稳定 且建设性的日中关系相互努力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会上表示 朝鲜核岛研发 是针对所有与会国家的实际威胁 并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 国际社会应当明确展现出 对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决心 李锡悦还表示 各方有必要积极制止朝鲜盗取加密货币 接驳走私等非法活动 以及关注朝鲜人权问题 冯航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在印尼举行 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 中国愿同东盟各方继续深化合作内容 将会积极扩大自东盟优质产品的进口 今年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主题是东盟举足轻重 打造经济增长中心 中国商务部新任发言人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何亚东 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 中国致力于同东盟各方加强合作 将继续深化贸易投资合作 扩大东盟优质产品进口 同时推动区域经济融合 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建设 深化贸易投资合作 积极扩大自东盟优质产品的进口 落实好习主席 未来五年力争从东盟进口 1500亿美元农产品的承诺 利用进博会 东博会 这些展会平台 加大对东盟产品的推介力度 积极的拓展 数字经济 跨境电商 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合作 7号当天 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北京 举行了中澳高级别对话第7次会议 何亚东也在会上表示 今年以来中澳经贸领域保持密切联系 推动解决双方关注的经贸问题 中方也欢迎同澳方各界 加强沟通对话 推动中澳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凤凰卫视 李小文 周明亮 北京报道 根据彭博社报道 20国集团峰会将同意 给予非洲联盟G20正式成员国地位 报道指20国集团领导人 将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20国集团峰会上 宣布同意非洲联盟的G20正式成员国地位 这一位非盟在G20内的地位 将等同于欧盟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国是第一个明确表态 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的国家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 习近平主席再度强调 中国将积极推动 非盟成为20国集团的成员 而中国跟非盟是推动构建高水平 中非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伙伴 中方支持非盟 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将在今年10月份于北京举行 中国外交部介绍 目前已经有90多国的代表 确认与会 中方将于今年10月在北京举办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这是今年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 也是各方共商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平台 截至目前已经有90多个国家的代表 确认与会 他们之中有一带一路伙伴国的领导人 部长等官方代表 也有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 工商界 智库和民间社会等各领域人士 很多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 也已经确认与会 相信下一步还会有更多的 合作伙伴确认与会 再来看香港科学园深圳园区 今天正式在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圳园区开园 核套深圳园区也在即日 举行了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项目签约和入住活动 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7号在核套合作区深圳园区正式开张 深港双方表示入住园区的市场需求表现旺盛 那么目前三万平米的空间已经落成 首批的16家机构已经入住 目前福田区跟香港方面已到 我们直接探索利用深港两地的制度优势 来培育企业的最佳机制 让这里成为我们企业 机构科研人员进行科技创新最自由 最便利最方便的地方 我们预计在这个财政年到底 就是明年的3月31号 我们希望这个入住率都去到大约90%左右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中提出 希望香港科学园深圳园区把握核套规划的机遇 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科生态系统做出贡献 各地政府正全市建设核套国际区 香港人区和区内的BDP都三座大楼 预计来联系就会律师落成 我们也证明通过机极交商业绩 上用区长力量提施提亮 在香港园区建设当事的科研现实 国务院发布核套深港科创合作区 深圳园区规划后 核套发展再次受到高度关注 2023年新拧进的40个项目 7号在深圳园区集中批量签约和入住 这也是核套合作区自2017年规划建设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项目签约入住活动 关注台湾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比上升2.52% 创近7个月的新高 另外人力公司调查显示 今年有75%的上班族没有加薪 在高通胀的情况下 生活受到冲击 台湾主计总处公布8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按年增加2.52% 再度突破2%的通胀警戒线 创下近7个月以来的新高点 食物类上涨1.86% 主要是因为蔬菜及水果受到7月底到8月初 度数纳及卡姆台风带来的豪雨影响 交通及通讯类上涨0.94% 主要是因为油料沸水的国际行情上涨5.33%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于9月10号前 推出8项平价蔬菜 降低民众的生活影响 目前蔬菜的整体的这个价格 也逐渐在回忆当中 那预计这5天销售的数量是50公顿 物价飙涨就是薪水部长 根据人力公司调查 有75%的上班族 今年没有加薪 生活受到冲击 以前越来越变薄 薪资跟物资可能就是没有相对的 很明显的增幅这样 一个便当以前大概七八十块 现在大概100多块才买得到 除了吃之外其他成本整个都上涨 主计总处的资料显示 台湾今年的GDP可能会下修到1.61% 创下近8年来的新低 凸显企业的营运获利情况不如预期 间接影响到了为员工加薪的意愿 凤凰威士兰进图柯志强 台北报道 我是简将感谢您收看 再会 君君 无论 什么 不 好 PLE